两匹白狼疯狂地追赶着野牛群,到目前为止,它们已经奔跑了十余公里,狼的捕食策略相当明确,它们就是想把野牛喂到筋疲力竭,然后再死机而动。 在自然界中,有些动物靠速度取胜,也有些靠耐力求生,但无论哪种方式,当被捕食者的生命受到威胁时,它们往往都能发挥出超强的逃生能力。 因此,一些捕食者一般都会选择一些刚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作为目标,这也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,但此刻,野牛的母亲时刻不离孩子左右,白狼想要顺利捕获猎物也绝非一事。 野牛母亲会尽量让小牛待在牛群中心位置,但随着牛群不停的移动,脱离牛群中心,这也在所难免,这场追逐或许会持续更长。 母亲在保护幼崽时无拘任何对手,即使他们平时攻击性很弱,但在关键时刻,母亲绝对是最强的一把保护伞,这一点,人类的母亲更是如此。 母牛成功击退了两名袭击者,但突然间又一匹白狼加入,他面临着一一敌三的处境,情况可能会凶多吉少,因为他已无力在对抗三名对手。 长时间的奔跑,已经让他体力不支,前方不远处就是树林,假如野牛母子能够靠近树林,或许就能逃离白狼的追捕,重返毒群。 但白狼的攻击时刻不停,严重干扰野牛母子的逃跑路线,这场追捕或许将延续二十公里。 渐渐的,狼有些累了,野牛找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,只见他再一次挡住白狼的去路,白狼停止了追击,目送他们消失在树林中。 长达二十多公里的追逐,让本就饥饿的白狼更是雪上加霜。 小牛在母亲拼命地守护下,平安脱险,但狼的威胁无时无刻不在,这绝不会是野牛的最后一次为保护幼崽而战。 身为母亲,保护自己的儿女虽是天性,但这一过程极其考验自身所掌握的生存技巧,整个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当场毕命。 优胜劣胎的生存法则,容不得自身有一点闪失。 任何生灵都需加强自身的生存能力,也只有如此,才可在危机中让自身不受任何能力。